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楼价飙升,根據局表示 豪宅楼价比1997年高峰期還要高出1.4% 信報說,本港樓市被大地產商壟斷 政府的壓樓市政策只屬花椒 好看不好用,根本沒有對準問題的核心 政府未來10年,只增加可以興建 2萬個住宅單位的土地供應,而不是住宅單位 主動權仍然僅僅操控在地產商手上 所謂治安心的先租後買房屋資助計劃 政府又表明不是打壓樓市 而是資助上車的買樓期權 明知政府壓市無心無力 在量化寬鬆和幾乎零利率的情況下 樓市炒風又如何不加劇呢? 明報社評就提到 本港樓市泡沫惡化趨勢令人憂慮 責任權政府要做的不單是舒緩樓市 還要盤算政策措施 應付即將來臨的樓市特大泡沫 爭取盡量避免樓市眼障陸 衝擊經濟以及令市民選手 責任權政府不能對樓市有僥倖之心 以為泡沫不在任內爆破就與自己無關 就算樓市泡沫到下任政府才爆發 責任權和目前處理房屋政策的官員 都難以推卸歷史責任 經濟部留意到 近月申請公屋的80後 單身年青人人數大增 當中超過四成更擁有大學學歷 有為公屋幫助基層市民的原意 80後申請公屋只是病症 真正原因有兩個 其一正正就是樓價太高 就算有大學學歷也望樓價而增為 另外就是社會流動性減慢 不少年青人覺得上威無望 更不要說加薪幅度追得上樓價 對此政府要治標更要治本 堵塞公屋流動之餘 亦要認真處理樓價太高 以及社會流動性減慢等深層次問題 老牌面廠擔心樓宇面臨強制拍賣 發展局表示個案不符合強拍要求 聲道日報說 面廠被迫遷證實只是一場虛驚 同時反映出公眾不了解強拍的條例 容易被人承虛而入損害小業主利益 情況必須靜視 特別是部分幫助財團收樓的中介人 可能利用公眾對條文不認識 要小業主無奈接受收購 當局除了可以在條例宣傳上做多些功夫 亦要考慮設立諮詢熱線 甚至透過消委會等組織 幫助小業主保障自己權益 以免原意是好的措施 被樓曲成侵害民產的惡法 按摩 掃查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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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